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我们无法控制 突然之间生癌症 突然之间家里人得了什么病 或者突然之间单位里对你不好了 其实要靠调节自己的心态来解决 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解脱 因为想得通的人 他会笑得出来 他就不容易得到很多的疾病 而整天想不通的人 他会叫 会闹 会骂 会哭 实际上给自己造成的伤害 大于给别人 所以看得破 放得下的人 会活得很自在 快乐 整天难过 忧郁 烦恼 会活在现实的地狱当中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在人间要学会 修三福田 只要你好好的耕耳 你以后一定会有福气 很多人经常说 为什么他有福气 我没有 别人都在修福田 第一 第一福叫 常养善根 就是心中经常要善良 经常善良的人 他的善根一定很善 这个人以后会有福气 第二福是守戒之善 一个人守戒了 酒不喝醉 烟不抽到肺癌 平时不发脾气 什么事情都忠庸之道 不过左 不过右 这就是守戒 这种人会有别人给他的贵人缘 第三福是行善之人 做人要懂得付出 懂得帮助别人 懂得爱护众生 所以一个人能够一辈子去帮助别人 他以后年纪大了 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他 所以守戒之人 智慧人生 常养善根 不迷惑 得长寿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